我们之前介绍的动词 都是有跟方向有关系 还记得吗 fahren, kommen, gehen, fliegen 那这些动词都是用 那个sein 就是讲到那个过去是sein 比方说在一字号 可是我现在要介绍的动词 它算比较例外的 第一个是passieren passieren它是跟方向没有关系 passieren就是发生的意思 像比方说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呢 那就是was ist passiert 可以这样子直接背 was ist passiert 还有bleiben bleiben就是留的意思 就是居留 就是留在家里 比方说昨天没有出门 我昨天留在家里 那就是说 ich bin 说好像 geblieben 那我们这里还有两个动词 一个是einschlafen 它是一个翻译动词 einschlafen einschlafen 就是入睡的意思 睡早 einschlafen 另外那个就是aufwachen 就是睡醒的意思 aufwachen aufgewacht 再一次 einschla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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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fwachen aufgewacht 它的那个状态变化 比方说 我就是看电视 突然间我就累了 然后就睡着了 那我的那个状态变化 有没有 然后呢 睡着了 然后突然间就睡醒 那就是aufwachen 嘢想 曾经 随 是 变 honest 存在 在vé 时 在 在 我 是 在 我 我太久了,我被冒冷了,然后我又被冒冷了。 然后你被冒冷了? 我被冒冷了,我被冒冷了。 我被冒冷了。 我被冒冷了。 那是发生了。 发生了。 没问题。 没问题。 再见。